第二期題 從貝卡卡庫博士的研究資料顯示 其中一組溶於酒精後 可以用來消毒傷口 子物質可能為下列合者 我們曉得溶於酒精會消毒的應該是點酒 點溶於酒精叫點酒 可以用於消毒傷口 而我們知道點是紫黑色的固體 然後受熱之後會變成紫色的氣體 它是非金屬不能夠導電 沒有延展性敲打之後會碎裂 所以看到它的顏色來判斷 我們就應該知道應該是丁 所以第二期題問我們說 其中一組溶於酒精後 可以用來消毒傷口 子物質可能為下列合者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丁